你只能看到是喝酒 它很浓和有很多喝酒 所以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和我们从那里走到最远的地方 骚访车警报大响 树林里不断窜出浓烟 澳洲水梨江区的皇家国家公园 在周六爆发森林大火 当时园区内有1000名游客 幸好及时撤离没有酿成伤亡 目前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 但是当地的高温38度 空气又相当的干燥 当地政府警告 随时都有可能会再度爆发野火 目前雪梨所在的新南威尔斯省 已经出现50个火